我父母常常告诉我,我祖父辈在上海已经住了七八十年了,而我父母都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,所以上海菜就是我的家乡菜。 上海是靠近扬州,也是位于长江山脚州的最东部,所以上海菜是属于华阳菜,而华阳菜是中国四大菜系其中之一,另外上海菜也叫做湖菜。 上海菜其中一个特点就是,大部分的菜式都是甜甜蜜蜜的,加上酱油和米酒都是非常普遍的,同时上海人吃饭也吃得比较浓郁,上海人探了方法以闷和炸为主,比如红烧肉,狮子头都是闷的,而炸黄鱼, 炸排鱼是用炸的方法来做成的,最后一般的上海人,先吃冷菜,再吃主菜,最后才喝汤,这是他们的吃饭习惯。 上海菜有很多特色,其中最有特色的菜就是上海的冷菜,大炸蟹。 首先我们先说说上海的冷菜,冷菜一般都有十几二十种,它们分为蔬菜,肉类,和海鲜。 有名的蔬菜就是用豆类来做的,那在肉类就有署名的醉鸡,五香牛肉。 那么最后,在海鲜类的冷菜就有醉鸡等等。 冷菜一般都是鱼鲜做好的,因为冷菜可以摆放很长的时间。 上海人很喜欢吃冷菜,代表了上海人其中一个丰富习惯。 上海是个大城市,而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忙碌。 但上海人也很喜欢在家里请客吃饭,而冷菜是可以预先做好的。 那么当客人来到时,宴会就可以马上开始了。 这样,主人可以把几少下来的时间,来准备下一道菜。 大杂蟹是上海一个署名的美食。 大杂蟹最署名的生产地方是阳城湖,而阳城湖是在上海的郊区。 大杂蟹是个很美味的食物,而且很多人一到了大杂蟹的季节都会去养城湖吃鲜。 当然,上海、香港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吃到的。 大杂蟹是很容易做的,因为直接放到水里面煮熟它,或蒸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。 另外,很多人在吃大杂蟹时都会点些醋,配黄酒,来享受一顿很好吃的上海特产。 那么,吃大杂蟹是说明了什么? 就说明了上海的秋季已经开始了,而且天气也开始转凉了。 目前,上海菜在很多地方都能吃到的,尤其是在香港。 现在,香港到处都有上海饭馆。 吃上海菜能够告诉我们上海人的文化和饮食习惯。 我觉得明以食为天对上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, 因为他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准备不同的食物, 尤其是红烧肉,因为红烧肉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这道菜。 最后,对我来说,食文化表现了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食文化。 而且,在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风俗习惯。 有点光的感觉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